好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他说他的家人在美国买了保险 年龄都超过了50岁 本来就打电话问保险公司说做长径可不可以cover 保险公司就回答说可以呀 于是就去做了检查 并且化验了这个阁下来的膝肉 没想到了一个月以后医院就寄来账单2800多块 当时就傻眼了 赶快打电话又去问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说这个收费我们只能帮你减免一点点 但是不能全部免除 他想请问说这方面是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麻烦张年廷先生帮忙解决一下 我刚刚听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是做那个长径 他这个有一点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当然语言并不是很清楚 讲的不清楚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路径了 他这个自己去做肠镜检查吗 他没有经过医生开一个肠镜胃镜 比如说我们说肠胃都在一起嘛 你要做这个检查 很可能医生会开单子 说来来来 你到了年纪了 可能有家族病史 有什么特殊原因 那我就开一个单子让你去跟肠镜跟胃镜一起做吧 因为反正麻醉了嘛 好 那这个医生会开单子会报给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就会说 好准你在预定的哪一天去做 然后做了以后后续会收到保险公司的一个对账单 然后呢 你那个对账单上面就很清楚的说 你的该付的钱是多少 因为根据你的保险 那可是他这个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怎么好像是他自己去做的 然后他自己跟保险公司先预先好像有一个电话 保险公司说可以啊 那他要小心了 因为保险公司没有一个医生的单子 因为医生的单子上面都有个电脑代号 那你到底做的什么什么保险公司 才能够根据这个要求 医生的要求来跟你开账单嘛 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个上面的有一些很多基本知识 他可能真的要跟所谓的懂得专家要了解一下 在空中时间有限 所以这个需要大概花几分钟 跟他做一个知识面的沟通 在美国看证可能跟他的国内的看证方式不同 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了 明白了 这个不好 所以他要经过一生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天宁保险的张念廷张先生 帮忙解决的问题 谢谢您 好 不客气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